头条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民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轻松的话题 就是川藏铁路 川藏铁路可是我们国家的 这个基础建设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项目 目前已经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整个线路从成都到亚安 然后到康定 新都桥 以及再到什么礼塘 宁芝 最终到拉萨 全长了1838公里 耗值是4000亿人民币 然后这条路整个一共要翻越我们沿线的 一共14座大山路线起伏 也是八起八伏 爬上去又翻下来 爬上去又翻下来 累计翻山的高度超过14000亿 这工程难度真大 就为什么难度这么大 但我们这条路仍然是必须坚持要修呢 说到底 因为这条路对我们整个中国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以前毛主席就曾经在说这个川藏路 以及这个西藏解放的问题上就说过一句话就是 其实西藏的问题 就是西藏解放的问题 就是修路的问题 就简单的说就是你路修到哪里 哪里就解放了 而且我们这条路从整个历史上也是几代伟人们都很关心那个问题 在1918年的时候我们那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就是职业计划这个书上 也是专门对川藏铁路做了一个他想象的一个阐述 写出来这个计划呢 当然了随着那个年代各方面就是国家也是处于一个民生凋敝百业带心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一直也是伟人们的一个心头上惦记的这么一个事情 1924年孙中山先生呢又把这个川藏铁路又写进了那个建国方略里面 包括我们以后的那个毛主席所说也是几代伟人的这么一个心愿 直到目前为止呢 整个工程目前为止已经从成都修到了亚安 然后呢从拉萨也修到了那个也修到了山南 反正正在那个网正在网林子的这个修建当中 预计呢是2026年竣工 当然这个具体时间啊最终能不能提前或者是要适当延后 这大概就是2026年了 整个这一条路呢 对整个我们中国以及整个西藏的重要性 它不仅仅是一条国防以及战略铁路 还是整个西部以及那个西藏的呢一个经济大动脉 有专门的研究显示啊铁路它总的那个运力 以及是公路的五倍 而整个成本呢其实只有公路的三分之一 所以说这个一旦修好这个川藏铁路啊 对整个西藏的发展啊也将会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促进 目前这条呢川藏铁路啊正在锦罗密谷的那么一个建设当中 我们的隔壁印度啊已经是抗议了好几轮了 因为呢我们整个这个川藏铁路啊最近的那个修建地方 嗯 离我们中印的时空线只有仅仅二十公里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隔壁邻居啊 对我们的这个路的建设啊也是特别上心 与此同时我们国家对西藏啊 呃还有一条大动脉也在锦罗密谷的这个一个修建当中 这就是呢我们的川藏高速公路 川藏高速公路是这个雅业高速的这么一部分 就是从雅安到康定 再通过新都桥什么礼堂雅江 然后再到最终再过渣漠 然后到林芝 然后到拉萨 目前为止呢成都到雅安到康定 以及是通车的 西段呢然后是从那个拉萨 然后到林芝都已经是通车的 这个川藏高速公路啊也是整个这个我们国家这个东西大动脉 一个特别重要的一方面一部分啊 穿越广大的横断山区 以及那个西藏东部 这一旦建成啊整个能够更方便的 远我们很多普通人进西藏游玩的这么一个愿望啊 游望成为呢这个自驾者的一个游览天堂 而且呢新的那个川藏线 它会在重要景点 山爱路口都会与318国道做一个连通的 一旦自驾者想到那个318国道以及整个川藏线去旅游的时候呢 是可以在各个路口啊 与山爱进行一个路线转换的 整个川藏铁路 川藏高速公路啊 然后与整个318国道呢 也是成一个大致大致平行的这么一个线路走向的 两条线路同时修建啊也是考虑到很多时候呢能够相互融通 以及呢修建的时候相互支持的这么一个作用啊 整个川藏铁路以及呢川藏高速公路呢 都是桥税比超过80%的这么一个占比 修建难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当然呢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呢 是整个川藏高速公路呢 在进入藏区以后 预计会都会是一个那个免费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像目前呢已经修建联通的一个林拉高速 就是林芝道拉萨都是全程免费 跟高速公路就什么修建标准 一切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只是不收钱 这个简直是不要太爽这个 所以说我们也是衷心的希望我们国家的这两条交通大动漫 能够早日联通 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每一个国人都一生都一定要去走一次这个川藏线路啊 我想等我们这两条交通大动漫都修建成功的那一天 我们的隔壁邻居南亚大国 不知道他心里是有多么的酸傻 好了多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啊 谢谢大家再见